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些CN operations的一些變形 然後還有一些architecture的一些case studies 好,那首先是這個convolution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convolution呢 比較像是就是說中間這張圖 就是說假設你的input呢 是比如說這個5x5的這個image 那我們可以做左邊右邊的這個zero padding ok,然後stride呢,以stride還記不記得就是我在掃的時候 這個filter的這個格子所移動的這個步數 比如說我這邊是往右移一格,就是stride就是1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的話有zero padding,然後stride是1的話 那5x5的話,掃起來還會是5x5 對不對,好,那但是呢其實我可以變形 比如說我可以不見得要這個padding 比如說如果沒有padding的話,那你掃的時候呢 就不能突出去,就一定要在這個範圍裡面掃 好,所以一樣是3x3的filter呢 那你如果stride是1的話,你掃出來就只能是2x2 ok,因為掃到這個底就不能再往外掃 好,那一樣你可以做zero padding 但是呢stride可以是2這樣 比如說你掃完這一格之後呢 好,那往右移兩步,所以掃這一格 可以嗎?好,那掃完之後呢 再往右移兩步,所以你就變得是掃這一個 好,所以output就只有3x3這樣 可以嗎?好,這個方向也是一樣 就一次一兩步 好,那還有另外的變形 就是你可以再加這個dialation dialation就是說 我在掃的時候,我的filter呢 其實不見得要掃的是連續的pixel 我可以跳著掃,就是說這個filter呢 其實是這一格,然後跳一格再掃這一個 再跳一個再掃這個pixel 好,那下面這個維度也是一樣 好,那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各位想想看,就是一樣我是拿這個weight 是一樣的weight,就是這9個weight 假設channel是1好,那我的weight個數就是9 對不對?那我一樣拿9個weight 但是我的這一個neuron的receptive field 就可以比較大 對不對?好,因為我就是 等於是我去掃這個做一點sampling 這樣子,然後我去掃這個sample pixel這樣子,好,那我的receptive field就可以 就可以擴得比較大 那這個對於這個圖片啊,比較大的image 或者是你的network沒有那麼深的話 你沒有那麼多層去漸漸漸漸漸去掌你的這個receptive field 你是比較淺的neuronetwork,比較小的neuronetwork的話 這個加點這個duration就有好處這樣 duration的意思就是這個pixel和pixel之間的間隔 跳2格少,按這個是跳1格這樣子 ok,那這個是一些convolution的一些變形 那pooling的話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pooling呢 其实是我们那个pooling的filter 其实是apply到连续的 这个同一个activation map里面 连续的一块这个activation的值 对不对 换句话说就是说 在一个activation的map里面 或者一个feature map里面 我们的filter是apply到一个region 一块小小的地方 那没有人说你的pooling 一定只能在同一个activation map 里面的连续的位置 或是一块小小的region 去做pooling 其实你的pooling 你可以apply到不同的filter 也就是不同的activation map 像这边的case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你把这个pooling的operation 就是不同的 你上一层 不同的activation map的同一个位置 或者是不同位置都没有关系 就是不同的filter的activation map 那你试着去接到同一个pooling 同一个pool 那某一个filter出来的这个activation 某一个activation的值呢 可能是detect这个旋转角度的5 那另外一个filter呢 可能detect是这个角度的5 那再另外一个filter呢 可能是detect这个角度的5 他们虽然都是5 但是这个filter呢 它的功用呢 是detect这个不同的旋转角度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可以把它们 接起来做pooling的话 然后比如说取个maxpooling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做到什么 你就可以做到rotation invariant 对不对 知道了吗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5 或者这个5 或者这个5 不管它转到什么角度 只要有一个存在 它被那个filter capture到了 它activate的很高 那这个时候 这个maxpooling之后的这个neuron 就会被activate 对不对 所以它不管你是哪一种5 你只要某一个角度 被其中一个filter抓到 那这个neuron就被activate 所以你就可以做 这个neuron就会是rotation invariant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pooling呢 apply到这个同一个activation 但是不同的这个activation 临近的activation的值的话 那它就会create这个location invariant 但是你如果可以把它apply到 不同的filter的话 那可能就可以做到额外的invariant 这个invariant呢 可能可以是rotation invariant 甚至是更多 更复杂的transformation的invariant 这样子 OK 好 好 那 我们再讲这个channel的变形 我刚刚讲过这个convolution的变形 pooling的变形 对不对 那在channel这边呢 其实也有一些变形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是image 对不对 那 你的RGB是see-through的 OK 可是在深层的话呢 比如说你第二层之后 有16个filter 那你第二层的channel就16了 对不对 那16的话呢 那第二层就是在下一层 它的filter呢 假设是330的话 那它就变成是330乘16 因为你有16个filter OK 所以如果你第一层 就是第一层的这个hidden layer 你的filter个数比较多的话 比如说16或是32 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效率 因为你在下一层呢 你的channel数 它的filter个数呢 就会是k by k乘 上一层的channel数 这样子 那那个C如果很大的话 其实就会拖累这个 你要认的位置就会变多 就会拖累这个learning的效率 跟computation的速度 好 那你说那没用 那我就认少一点这个filter 可是有时候不是啊 有时候你要认就是 就是要认那么多 那么多patterns 懂为什么 就是 比如说你为了要detect人脸 那你在第一层你就是要认到最基本的那25种patterns 这样子 你才有办法兜得出 在深层兜得出那个人脸 那那个25你不能够去减小它 不然就兜不出来了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个computation是问题的话 比如说你data size不是很多 或是你CPU很慢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简单的加速方法就是 你从第二层开始 好 就不要see through这样子 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channel的分成几个group 好 那比如说你这边有四个channel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我就两两分成一组 这样 那你下一层的上面这一组channel 就只会连到上一层的这个后面这一组channel 那你深层的前面的这个channel 就只会连到上一层的前面的这一组channel 这样子 可以吗 好 就是换句话说 这一个channel呢 这个channel 就是这一组的这个 这个这个filter呢 他就不会看 这一组的channel 他就不see through 他就只看这两个 他就只see through这两个pattern 可以吗 那这一组的channel 他就不see through 这个 他就不会看到这边的pattern 他只会看到这两个 这个channel 叠起来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你的这个weight呢 就原本要 这个channel数要是4 就变成2了 可以吗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可能 还有一个好处是说 可能你sub pattern也不用那么多 你不见得sub pattern一定要看4个才可以生的才可以在下一层认得出一个新的pattern 好那你只要看上一层的两个 那如果就可以认得出pattern 那这个有时候还反的可以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就是你可以用更少的data认得更好这样 不过这是case by case 那通常比较这个确定的好处就是说至少你可以reduce你的weight这样 因为你下一层的filter的channel数你就可以缩小 所以这个有时候如果这个你的这个CNN跑起来很慢的话 好那或者data不够多你可以试试看这种方法 好那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每一层里面内部的这个这个运作呢 可以有一些变形外那整个CNN的架构呢 其实也有一些变形 好我们看到的这个最左边的这个架构 其实是我们之前有看过 就是一个最typical的CNN 比如说前面这几层从input就开始接convolution pooling convolution pooling对不对 接完了之后呢最后呢把它reshape把它拉直 拉成一个长长的vector 然后接个一两层的这个fully kinetic layer 然后最后加一个output layer对不对 其实你不见得要这样子 就是说虽然大的方向是前面是CNN layers 没有错然后后面是fully kinetic layer 可是你可以在小地方这边做一些修改 你就可以支援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原本的我们的这一种architecture 它比较适合的是这个image呢 你给它的时候喂进来的时候 都是固定好的 比如说都是256乘256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你是要train一个new network 它在train的时候可能是256乘256 可是deploy的时候呢 可能有时候会要看到512乘512 或者是在deploy的时候呢 在test time的时候有时候要看128乘12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稍微的改一下你最后一层的pooling 比如说你在这个reshape之前 你可以用一种变形的pooling 这个pooling呢它做的事情是这样 传统的pooling是说我用一个固定size的filter 配上一个固定的stripe对不对 然后呢固定的把原本的大小说几倍这样 比如说这个是4的话 如果stripe是4 filter size是4 那我就把64乘64说到16乘16对不对 好那现在不要 现在是这样 原本的pooling呢是filter size固定 但是出来的activation呢是不固定 OK它会看你的这个原本的这个input size 它只是固定说4倍 但是出来是不是16乘16或是32乘3乘3 这是看你原本的input 现在不要现在相反 就是我现在呢pooling的filter不固定 但是出来的activation呢永远是3乘3或是4乘4 就是让output是固定 但是pooling的filter是不固定的 这个也可以OK 所以如果你有加这种pooling layer的话 就是filter size是dynamic的 但是output出来的那个activation map size是固定的 那这样的话你前面呢有不同的image size 是不是到了这边之后都会变成3乘3乘64 对不对 比如说比较大的image呢 我在这边的pooling呢 我的filter呢我就设比较大 比如说我用9乘9去撒 那比较小的呢我就用4乘4或是5乘5去撒这样 那撒出来反正我确定都是3乘3 那就可以统一的把它在后面的时候 这个network就不会变 架构就不会变 可以吗 我就把前面这个input的这个dynamic呢 把它这个在这一层的把它吸收进来 这样子 OK 那这个也是有一些架构呢 它是在dealing with一些 这个variable的这个input size image size的时候常见的这个nevel的架构 好 那还有另外一些变形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当你今天你在做这个拉直的时候 就是从你最后一层pooling 要接到fully connected layer的时候呢 你会做一个拉直的动作 对不对 那但是这个拉直的动作呢 跟fully connected layer 其实你不见得要做 你可以试着想想看 我可以做另外一种事情 就是说 我可以不要做拉直 再接fully connected layer 我可以怎么样呢 我可以让从头到尾 到最后一个output 我都是用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OK 那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到了这边是64 16乘16乘64 对不对 我可以用一种pooling layer 那可以把它变成 比如说16乘16 我可以先做比如说1000个filter 这1000个filter detect 1000种object 或者pattern 那detect完之后呢 我做一种pooling 比如说这边是average pooling 这个你也可以是max pooling 不管 那个pooling的filter size 就是16乘16 OK 换句话说 你就是把那16乘16的 那个宽跟高的范围 就只抓一个pattern 就是一个object这样 然后你抓几个object 你抓1000个object 这样 OK 那这个1000呢 跟你拉直 有什么不一样呢 各位想想看 我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最后还是可以接1000个dimension的softmax 对不对 那跟我这边我拉直之后 加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我还是可以接1000的这个softmax 对不对 dimension的softmax 对不对 好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个全部都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我们简称FCN 就是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跟前面这两种network 就是有fully connected layer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好 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样子 就是各位想想看 当我今天我选择了 用这两个layer 兜出了1000的维度 因为1乘1乘1000就是1000吧 对不对 好 那但是呢 当我今天把这个 average pooling 把这个64乘64压到1乘1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在64乘6 说错了 16乘16 把他压到1乘1的时候 好 那我已经在这个16乘16的范围里面 只找一个single pattern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在deep layer里面 那个pattern通常比较代表的是一个complex的pattern 比如说是一个object 所以换句话说 我其实已经在这个最后的这个16乘16的这个宽跟高的这个space里面了 我只试着detect一个object 可以吗 那我detect几种object呢 我detect一千种object 然后你的class呢 其实就是去predict 这一千种假设它是你predict一千个class 其实你就是怎么样 你就是让这个那个class呢 变成是那个object 就是你的softmax的那个class的分数高 就是你在这个image里面看到了那个object的probability高 或是confidence高 那你就是predict那个softmax在那个class是高的 这个特别适合哪一种这个task呢 就是当你的image呢 你要做的task呢 就只有一个single object OK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image net image net就是一大堆照片 然后就拍一个一个不同的object 比如说杯子啊 猫啊 狗啊 可是这个猫跟狗啊 跟杯子啊 跟车子啊 通常都只有一个object在里面 很单纯 然后最后你要做的classification的task 就是给你一张input 你看看它里面 是猫还是狗 还是杯子 类似这样这样 OK 那这种single object的task 那你就特别适合这种architecture 因为你就从头到尾 你就去detect那一个object就好 然后那个object你需要知道它的这个location 它是location independent 对不对 然后呢 你detect到杯子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output说 这个里面是杯子 这样子 这个image里面是杯子 可以吗 但是对于某一些text就比较就不适合 fully connected 这个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呢 你要predict the class呢 是predict说 哦 这是不是一个沙滩 或者是 哦 这是不是一个风景 这样子 OK 那你是沙滩的话 其实你要看看是沙滩 其实会有很多object 但是还有背景 前景要组 比如说有没有海 对不对 那天空后面有没有树 有没有椰子树 这样子 OK 所以它如果不是一个single object的话 那可能有fully connected layer 去把多个object做weighted combination 然后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所以这个会depends on你的class 但是你可以知道的是 其实在某一些task里面 那其实你是不见得要把它拉直的 没有人说后面一定要有接 fully connected layer 可以吗 你可以选择用 fully convolutional的network 事实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很多这个case example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用到 fully convolutional的这个network 好 所以这是一些简单的这个variants 大家知道一下 那最后呢 这个除了架构以外 甚至连terminology 也有一些variants 好 我们刚刚在教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把这个convolution layers 或者是这个pooling layer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一个的layer 对不对 可是你其实有时候在看paper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他们讲convolution layer 其实讲的是一个block 是一组layer 那这一组layer呢 其实就包含了convolution 加上activation 加上pooling 那他们说这样子 是一个convolution layer 所以这个terminology呢 有些人这样用 有些人这样用 那反而有时候在写paper 你在看paper的时候 或是比较一些 比较进阶的文献的时候 比较少人反而会讲说 pooling是一个layer 他们讲convolution layer 其实就包含了 convolution activation跟pooling 可以吗 好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原因 因为这就是一个building block 你想想看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不是就是convolutional CNN的部分 就是不断的convolution pooling convolution pooling吗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block 一个block堆起来 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 有些人在讲 所谓的convolution layer的时候呢 其实是包含了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细部的这个 convolution的这个operation 跟这个activation加上pooling